这是大陆的方舱医院如今在台湾也要看到了吗 双美疫情拉警报 先上侯友宜松口不排除列为选项 可不是说说而已 独州空中大学证实有被市府征询 但后来发现附近太多住宅区作罢改找其他地点 所谓方舱医院医护笔礼照专责医院 护理人员1比5 医师1比10 如果设立新北市将防疫分三层次 无症状轻症的到检疫所或防疫旅馆 方舱医院就是无ICU收中症患者 把医院病房轻给比较严重的人 但比起来疫情也很严重的北市 态度就很不一样 门人士的书不断的飙升 现在北市也打算要将检疫所和部分防疫旅馆 作为收治轻症患者的地方 轻症重症分流只吃到检疫所或防疫旅馆 对方舱医院科市长倒是显得老神在在的多 直呼还不需要 有跟防疫旅馆这边来征调房间 来做这个快塞之后阳性的这个民众 那我们准备的房间大概有快200间左右 目前都还是以快塞之后呈现阳性的民众为主 双北报大规模确诊 两边手掌各有各的考量 TVBS新闻流离城里组合台北采访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 双北 双北